对面机房的工作人员进行最终的处理发送的 他们会根据任务指挥部的进程来随时调整他们所需要的画面 从而使各级指挥员能够准确掌握火箭飞船的状态 以及航天员的身体状况 在任务过程中 所有的侧控设备会对火箭进行实时的接力跟踪 他们所捕获的数据也会同步传输到我们这里 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原始数据通过我们的一体化直线软件 转变为图形、文本、表格、曲线等共直观的形式 传输到直线大厅的大屏上 共指挥员决策 看似简单的数据形式转换 但要做到精准显示及时分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任航天任务准备期间 余议他们需要在一个月前 我们根据任务特点 制定了10余份用机预案 并相继开展了50余次的任务推演和用机演练 目的就是不断强化各岗位相互配合 执行操作的能力和对方案预案及用机处置流程的熟练程度 确保为任务提供精准可靠的指挥决策之冲 预案对300余服页面数千个参数和测控设备跟踪胡段 进行反复配置核对 准备 熟